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们,主礼平安 今天除了是圣餐主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刚才我们的主席荣耀也在那个众岛文,我们都一起祷告了 是什么日子? 43周年,我们华语崇拜成立43周年 所以我要在此祝我们华语崇拜的弟兄姐妹们 不管是现场的或者是线上的43周年 蒙恩 我想我们当中也有一些资深的会友 可能在华语崇拜成立的时候已经在教会了 43年前 所以到今天43年后 我们看到华语崇拜还是继续有他自己的定位 我们当中还有新的一代来取代旧的一代 我们当中还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有孩子们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兴,值得我们欢乐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几年,特别是这几年,过去这两三年 我们也看到我们华语崇拜增添了好多小宝宝 我们也为此而感恩 当我来到直落崇拜堂的时候,就是三年前 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华语崇拜当中有好多的清晨 当然我们知道直落崇拜堂我们有很多年长的会友 但是我来到华语崇拜,使到我惊奇的就是 我们还有一群相当年轻的会友,清晨的会友 我想这个不可以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如果我们在别的教会,那些有华语崇拜的教会 如果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崇拜,我们会发现 很多地方的教会,华语崇拜都是比较年长的一辈 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社会的 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都是以英语为主 所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对英语熟悉的 所以能够在华语崇拜看到 我们有一群青年年轻的父母,而且青少年 愿意继续地在华语崇拜当中服侍敬拜 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也是我们先辈们努力的这些功劳 看到他们也愿意 因为他们,我相信,就拿我本身来说 我也是自己比较熟悉英语的 所以我这个年代或者以下的都是 我相信都是比较熟悉英语的 但是他们却愿意继续地在华语崇拜 服侍,继续地在华语崇拜,敬拜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也值得让我们鼓舞的一件事情 而不只是这样,他们也把他们的孩子,baby 全部带来这里一起敬拜 那么我想,如果有一天 我们当中,我们的华语崇拜当中 没有年轻人,没有小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 那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日子 那么这件事情在许多的西方国家的教会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不只是这样,就是去年我有机会有一个三个月的安息假 所以我跟师母就去了塔斯玛尼亚去度假 Tasmania在澳洲 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古老的圣公会的 一个百多年历史的圣公会的一个崇拜 那么知道当天有多少人在场吗?一起崇拜 只有十二位 包括我们两个,而我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其他的都是六七十岁,至少六七十岁以上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很多教会都已经没有孩子了 没有小孩子,没有年轻人在他们当中 当然我们也非常珍惜我们当中的前辈们 我们的年长者 现在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因为有更好的这种医药的照顾 那么我们许多的年长者 到了他们年长的这个年龄 他们还可以继续的侍奉 还可以继续的服侍 他们当中也带了很多这种宝贵的智慧 还有他们的生活的经历 但是就算他们没有办法服侍 我们也非常珍惜他们宝贵的 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是非常宝贵的 在不久前五月的执事退休会 我们有一场代季的分享 就是intergenerational或者跨年代的这种分享 我们也邀请了年轻一代的领袖 和我们老一辈 还有一些老一辈的领袖们 我们一起分组来分享 对于教会的关注 还有对不同年代 教会不同年代的这种关心 那么在我们的策略委员会 我们也同意了 我们三个语音的崇拜 我们都要迈向一个跨年代崇拜 一个代季崇拜 就是每周的崇拜都希望是一种 一个跨年代的崇拜 就是包括最小的 我们当中最小的 一直到最老的 可以一起崇拜 那么我们给自己一个 大概五年的时间 就是在我们庆祝140周年的时候 希望我们每周的崇拜 都能是一个跨年代的崇拜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 因为很久以前在执事会 都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华语崇拜 每个第三个祖日 我们都有一个合家敬拜 合家崇拜 我们看到小孩子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儿童信息 那么我们有青少年带领 我们的读经 或者是起印的诗篇 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三个祖日 让我们看到 代祭崇拜可以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后的样子 我们还在调整 我们还在学习当中 所以就如今天 我们来崇拜的会友们 我们没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我们没有说 你超过一百岁 不能来敬拜 只要你能出现在我们的现场 你能来参与我们的崇拜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 所以我们的年龄没有一个高限 没有一个高限 就如是这样 我们也不应该有一个年龄的底线 就是只要 我们不可以说 小孩子就不能来参加崇拜 因为他们不明白 其实年长者 有一些也是可能不明白 我们当中 每一件事情所发生的 崇拜当中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所以 借着保罗在以福所书的 这个重要的祷告 还有一些神学的反思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 我们这个跨年代 跨代崇拜 这个代祭崇拜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 可能当中很多人已经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 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不限于每主日的这两个小时而已 而是在我们生活中 拜一到拜六 我们二十四小时 一个一周七天 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如何工作 我们如何对待家人 对待他人 对待同事 对待同学等等 这一切都包括在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当中 可是我认为我们的主日崇拜 是对上帝的敬拜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表达 不知道你们同意吗 我们每一主日 奉主的名聚集在这里 这一两个小时 这个是对上帝敬拜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表达 当然我们周间 我们都在各自的家庭 各自的工作上 我们还是在为主而活 那么我们借着我们如何待人处事 我们也为主做见证 但是当每一主日来到 我们聚集在这里 是对上帝敬拜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表达 这是我们受洗的地方 我们受洗的场合 我们接纳新会有的场合 这也是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一个场合 圣餐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餐 是一种爱宴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顿圣餐是耶稣为所有跟随祂的门徒们所设立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同意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每日的 每一主日的崇拜 必须包括教会中的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主日的崇拜 就必须包括 只要是教会中的 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最小的 年纪最小的 或者年纪最大的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不可能是 当我们迎接 如果你家庭来了一个新成员 你要迎接一个新成员 家庭的新成员的时候 你不可能是有人缺席的 你应该会找全家人都在场 那么一起欢迎 那么我们用家庭餐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要希望 子子孙孙 孩子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一起用餐 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这种意义 是一个家庭 我们以一个家庭 主里面的一个家庭的身份 一起聚集在这里 当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不同的年龄层 教会不同年龄层 都有不同的需要 儿童、青少年、青成年、年轻家庭 或者我们的年长者 在生活不同的阶段 都面对着不同的需求 而我们必须来设法 满足他们的这些不同的需求 但是我相信 我们满足这些各年龄层的需求的方法 是要通过各年龄层的事工 去设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比如说主日学 我们的堂会学校 比如说小组 比如说青少年的团契 那么成年我们有勉力会 我们有展翼团契等等 我们有拜师的空中的Gobidiam 这些各种不同的事工 是针对不同年龄层而举办的 而不是因为各年龄层 有不同的需求 我们就为着各年龄层 开始一个年龄层的这种崇拜 和这种崇拜 如果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跟青少年 从小就有他自己的崇拜 跟我们分开来的崇拜 就是那边的音乐 那边的崇拜风格 是随着他们喜爱的那种 比较熟悉的 那么以后他们长大后 要进入我们大堂 禁拜将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他们会觉得非常地陌生 很难融入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当中也有好多的年轻人 都已经离开教会 可能到别的教会去服事 那还不要紧 那有些都不去敬拜了 不去崇拜了 那么最近 在一个代替 讲座当中 一个代替崇拜的讲座当中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 马整龙 他的华语翻译 他的华语名字 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 他自己本身是美国人 他娶了一个台湾的妻子 就居住在台湾 在服事台湾的教会 所以他对崇拜音乐这方面 非常地资深 非常有知识 所以他在一个讲座当中 他是用华语讲的 所以他讲了一口流利的华语 所以他在一个讲座当中 他就引用了一项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就显示 影响孩子长大后 是否留在教会 或者是保持信仰的 最重要的因素 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在孩童的时候 是否有与父母一同敬拜 那么我再讲一次 这个调查显示 就是影响孩子长大后 是否会留在教会 或者保持信仰的 最重要的因素 是他们孩童的时期 是否有与父母一同的敬拜 这个发现 也甚至让这些研究员 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们一个 包括所有年龄层的 敬拜 崇拜 可以成为所有人的一个 共同的焦点 这是我们成为教会的一种原因 我们的孩子在理解 这些三一颂 他们所唱的这些 我们所唱的这些荣耀颂 三一颂这些歌词 他们在还没有知道 这些歌词的意思的时候 已经在这边唱了 我们知道我们学华语 孩子们学华语都是这样 我们只是照那个音调 我们这样学 根本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不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是长大后 在华语课读了 这个字原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因为在教会 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听了 就这样学了 所以你想我们孩子 在 我们的孩子 在不懂 还不明白 三一颂 荣耀颂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开始唱了 那么在崇拜结束后 也开始唱 那个阿们颂三次 所以 那么我们当中 我们的年长者 有时可能身体衰弱 没有办法来到教会 他们还是清楚的 记得唱诗的歌词 他们熟悉的 圣诗的歌词 每次我们探访的时候 他们都还会背起 这些歌词的 所以这个就成为 我们一种共同的焦点 如果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敬拜 跨年代的敬拜 就使到我们每个人 在每周的敬拜当中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焦点 我们所学的礼文 我们所熟悉的祷告 都是一致的 所以 不管我们 在各年龄层 我们有不同的 事工 我们有不同的 服饰也好 但是我们每周 都有一次机会 就是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有这个共同的焦点 当然这样的 跨年代的敬拜 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 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设计 我们所用的诗歌 我们礼文的这些 我们所用的礼文等等 都要注入一些元素 是可以让各年龄层 有机会参与 各年龄层有机会明白的 所以不是 很轻易的 就可以把所有人 放在一起就算了 不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 带着一种期望 就是整个崇拜 都要符合我自己的喜爱 我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熟悉的 我整个崇拜 要符合我自己熟悉的诗歌 我自己熟悉的岛文 这些 这也是不实际的 我们不要将消费主义的文化 带入教会 什么叫做消费主义的文化呢 就是说 我不喜欢这个教会的崇拜风格 我就换去另外一间教会 我不喜欢这个教会的讲道 那么我就去找另外一间教会 我不喜欢这样 其实我们也知道 如果你有到访过不同的教会 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 而这个跨年代的崇拜 这个代祭的崇拜 在神学上 在圣经上 是符合圣经神学的教导的 是与教会的本质是一致的 我觉得它最准确的 反映出教会的本质 就如保罗说 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 为奴的或自由的 不管是男女的 男或者女的 都是由这些 教会都是由这一群人来组成的 我也可以加 不管是孩子们 baby或者最年长的 都包括在内 换句话说 来自各种背景 年龄和差异的人 是上帝召集并形成 祂的教会 而为祂的目的而存在的 所以教会是包括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的敬拜 我们每一祖日 如果我们每一祖日的崇拜 还是我们敬拜生活的高潮的话 那就应该包括所有的人 也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崇拜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彼此的背景 我们的音乐喜好 和崇拜风格的喜好 兴趣和年龄方面 变得太相似的话 其实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否就变得过于统治化 过于相似了 因为这其实不符合教会的本质 这不符合教会的本质 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很深深地学了这个功课 我在读国大的时候 我有参加校园团契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当时是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那么我参加的这个 我不知道华语名是什么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这个校园团契 我们最出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到街道去布道 我们会去街边传福音 我们都学习了怎么样传福音 那么我们每周在校园里 我们都会去找校园的学生 那些在读书的 我们会跟他们分享福音 那么每个月一次 我们会到乌节路 这个Takashimaya外面 那个广场那里 我们会就跟陌生人 这样交流而传福音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火热 因为学到的这种 怎么样传福音 就非常的火热 跟一般一起的大学生 我们就一直这样 很火热地这样服饰 那么相比下来 我成长的那间教会 就是隔壁的恩典堂 相比下来就好像死气沉沉 我就一直有心里有埋怨 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校园团 去这样火热 这样安 我们这样去为主而做事 而在教会做一件事情就很慢 要执事会通过 要这边通过 就是很慢 就相比下来就是死气沉沉的 直到有一天 我就深深地了解到 就是上帝 就是给我亮光看到 就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学生们都是 二十出岁的 都是非常有活力的 而且都没有什么家庭的负担 没有什么其他生活的烦恼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这样非常热心的服事 那么做事情也快 做事情也一想到要做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 但是来到教会 我们就看到教会是包括 各年龄层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要帮助小孩子 我们要等行动不变的年长者 这一类的 我们都要彼此包容 彼此的服事 所以这个功课就让我学习到 教会真正的本质 是包括所有上帝召集成为他教会的 就是包括外邦人 犹太人 包括自由的 包括为奴的 包括男的 女的 包括老的 包括少的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今天保罗在以福所书的 这个祷告的重要性 这个是一个美丽而重要的祷告 所以我就在当中提出几个关键点 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在以福所书当中 我们发现 保罗通过以福所书 让我们看到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团结 是主要的主题之一 因此当我们在考虑 这个跨年代崇拜 这个代际崇拜的时候 这就成为基督徒团结的 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方式 那么可能第一点 我要指出的第一点 就显而易见 我们看到这个祷告 这个祷文当中 它指的是你们 到处都是指的是你们 所以是针对一群人 是针对教会的 不是针对个人的 如果针对个人 它就会用你 只会用你这个字 但是刚才 启元姐妹 我们读出的这个祷文 我们看到它是 整个导文当中都是你们 指的就是教会 那么接下来 它就提醒我们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从天父得名 就提醒我们 我们在主里 其实是一家人 我们在主里 我们的名字 是从天父那里得来的 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称呼 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得来的 但是我特别要专注的 就是17到19节 17到19节 那么这里提到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 长阔高深 并知道 这爱是过于人 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 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保罗提到 上帝的爱的 一种悖论 paradox 或者一种矛盾 什么矛盾法呢 就是一方面 他告诉我们信徒 他告诉我们 我们是能够理解 上帝的爱的 长阔高深 就是上帝的爱的 长度 广度 高度和深度 都可以明白 但是你读下去的时候 你发觉 另外一个方面 他又说 这爱却是超乎 人所能知道的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可以明白吗 可以量上帝的 爱的 长阔高深吗 还是我们是超乎 我们所能理解的 因为这17节到19节 都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矛盾 所以其实我们 回想我们自己的 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都可以见证这一点 很多时候 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 不管是可能唱诗 或者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可能基督徒对你的关怀 或者什么 因为基督的爱 你深受感动 我们有时候还会流泪 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或者我们唱诗的时候 会流泪 这就是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 那么有很多时候 当我们自己觉得 我们已经完全明白 上帝的爱 是多么的美 多么的好的时候 上帝还可以更加的深入的 让表现他对我们的爱 就是你觉得 我已经应该 我的生命当中 已经经历上帝的恩典满满了 我应该是 上帝的爱就是这样 但是当你以为 你已经完全明白 上帝的爱的时候 上帝还可以给你多一个surprise 上帝还可以让你有更深的体会 他自己的爱 所以这个我相信就是 可能保罗想要表达的 可是我的重点就是 这一句 在18节的这一句 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与众圣徒一同 才能够明白 上帝的爱的 尝阔高深 这个明白 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 我们必须与众圣徒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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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对家里有小孩子的年轻父母也不同 所以我们每个处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这样多的差异 这样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个人都 对上帝的爱都有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理解 而只有通过我们在一起的这种崇拜生活 崇拜的这种 每主日的崇拜 作为一个身体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清晰 更完整 更准确地理解上帝的爱 这可以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孤立的 No Christi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孤立的 我们需要彼此才能真正地理解上帝的爱 我们需要彼此才能充满上帝的丰盛 我们开始意识到 上帝的丰盛是包括那些年龄、背景、经历等方面 与我截然不同的弟兄姐妹 上帝的丰盛是包括那些年龄、背景、 经历等方面与我截然不同的兄弟解历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祷文怎么样的结束 保罗如何的结束这个祷告 20节、21节怎么说 上帝或者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祂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这里让我们看到 上帝的荣耀是哪里 是在教会里 上帝的荣耀是在教会里 而这个教会就是 耶稣为着救赎而死的教会 这也包括了超越时间和空间 各代的基督徒 这个普世教会 也包括了我们直落亚一堂 代代的信徒 包括现在的这一代 过去的前一代 还有未来的后一代 所以 上帝的荣耀是在教会中彰显的 这我们就是祂的教会 我们就是 直落亚一堂就是本地的一个教会 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样的分享 今天这样的信息 让我们看到 这个代际的崇拜 这个跨年代的崇拜 是能够反映出教会本质的 最准确的方式 当然每一个教会 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 有些教会为了保留他们的年轻一代 就为他们设计一个年轻人的崇拜 但是我相信 这不应该是我们采取的这个方案 我们应该迈向一个跨年代的崇拜 就是崇拜当中包括最小 一直到最老的会友 但我们要怎么样这样子去做呢? 我们就要精心地去设计 我们要精心地去设计 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 如何参与我们的崇拜 我们要教育家长们 如何帮助孩子们参与在崇拜当中 那么我们知道孩子们的理解能力有限 一定是可能跟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成长阶段 他们每一成长就可能会了解更多 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孩子们的理解能力 有时候孩子们参加了崇拜 回家跟父母说出一些 父母没有料到的话 他们其实明白牧师说的 他们也其实明白所唱的 我们也不稀奇 所以其实孩子的理解能力 有时会使到我们很惊奇的 所以我们不要低估他们的这种理解能力 而身为成人 而身为成人 我们也要模范 模范给我们的孩子看如何的敬拜 其实孩子在我们中间一起敬拜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看着大人怎么样敬拜 而他们是从中学习的 就包括我们如果在崇拜中 一直分心看手机 或者我们打瞌睡 或者我们自己在崇拜当中闲聊 孩子们也很容易就吸取这些动作的 他们也从中的学习到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迈向一个真正的 一个好的跨年代的崇拜 一个代际崇拜 是需要很多的努力 还有很多的爱心的 我们要彼此包容 我们要把别人的需要 看为比我们自己的需要更重要 这也是一种活出深爱的方法 我们的主题是活出深爱 追求圣洁活出深爱 这就让我们在崇拜当中 我们每周都有机会活出深爱 当我们学习彼此包容 我们彼此接纳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 不管是什么背景 不管是什么生命当中有什么差异的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 我们就是上帝救赎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或者没有跟节奏唱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活出深爱的一个非常好的超练的地方 我们在一起崇拜当中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然这不容易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 使基督因着基督因信住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岛文这么说 因此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容忍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出深爱 所以你想想 想想一下 当一个非信徒走进我们的教会当中 走进我们的崇拜 那么他看到我们当中 这样多样化的射体 这样多差异的一群弟兄姐妹们 这样多年龄成不同背景的一起欢心地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那该是会一个多么强而有力的见证 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 通过这样 所有人都会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世界看到我们基督徒如何的彼此相爱 这也是成为了他们会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 他会看到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知道 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 迈向这个跨年代的崇拜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大使命 我们为着大使命一起合作 一起卖力 就是在六月期间 我们看到我们的堂会学校 组织了带我们的孩子们到St. Luke 圣路家老人中心和老人家有一些活动 这非常明显的是一种代际的互动 互相的一种代际的互动 就包括年长者 包括我们小孩子 他们当中也有很好的反思 这里就不分享了 但是你这里就看到这个画面 另外一项就是我们报告已久的植树活动 我们为了庆祝135周年的植树活动 这植树活动本身就是爱为了下一代而做的 因为我们植树 我们树需要很多很长的时间来增长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下一代 不方我们可以组织四人一组 这个四人一组去植树的四人一组 可以包括阿公 可以包括爸爸 可以包括孩子 我们也可以让他成为一种代际的这样的群组 一起来做这个植树的活动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我们非与众圣徒不可 才能清楚地知道 上帝的爱有多么尝阔高深 这个耶稣救赎回来的这个教会 是包括犹太人 外邦人 包括为奴的 包括自由的 包括男 包括女 而我们每周 每祖日的这个祖日崇拜 是学习这个活出深爱 这样的最好的场所 因为这是上帝的爱展现的地方 而我们对一个日益分裂和隔离的世界的重要见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起迈向 一个跨年代的崇拜 一个每周跨年代的崇拜 那我们现在以这首回应诗歌 我们来思想今天所听到的道 还有让这个诗歌来 让我们进一步的反思 日月说家 晚不晚发 耶稣彼为同志君王 南北西东直之旧 千秋万宫 悠久无将 无尽双声向他奉献 无量双歌成他冠冕 耶稣神明好平心下 随同曾经上升于天 万方万国万处万民 不停收窄妙爱其恩 因海即将风声歌唱 即将颂扬救主神明 在足指下人人多福 罪人跳出捆绑束 老人活得永恒安乐 拼人活得风影付主 最后一节 收到群生天当兴起 我十几里像诸仙城 天使再来高声歌唱 地上万民 求你 阿们 是的 感谢上帝通过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四十三年里 都能够一家人在这里敬拜 此刻让我们以使徒信经 来提醒我们 上帝我们家里的头 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一起来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世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世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德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为终请坐 此刻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将自己和预备好的礼物 敬前来献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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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悲心多么阻止不及 千秋万古永久无恙 无尽道声向他奉献 无量送客趁他冠绵 耶稣神明旁边倾向 随同春季上身余天 万法万国万策万民 不停送赞迷爱其人 因爱其家同声歌唱 祭祷从阳救主圣灵 在足迹下人人多福 罪人挑出困绑束缚 道人我的永恒难乐 凭乱我的缝衣不足 让眉痛站立 中文字幕——YK